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最近DQ4議員事件 對香港傳統法治觀念 法律體系的衝擊 即使我們不是法律界的專業人士 我們都知道 在香港法律一般不會有追溯力 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是合乎法律 符合程序等等 即使明天的新法律立了 都不會追溯我們過去所做的事 即是我們不會因為新法律立了之後 第二天就因之前做的事合法 第二天就變成不合法 而我們是要承受之前做過的事的法律責任 但今次完全不同了 那四位議員在他們宣誓當日 負責監製的以及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都確認了他們的宣誓是合法 合乎程序 他們是有資格履行他們的立法會議員職務的 但之後政府就竟然利用人大釋法霸王硬上公 通過法庭以及審訊的法律程序 就將他們強行DQ了 此例一開 即是說我們以後面對的是什麼局面呢 今天我們做的事是符合法律 翌日一條新法律通過了 我們分分鐘可能因為這條新法律 我們要承受法律的後果 所有法律都以後因為這件事 而有機會變成有追溯力的 我們就算不講刑事 講私有財產 今天買了一層樓 翌日可能因為他有一條新的法律 令你昨天買的那層樓一天之間沒有了 可能被政府充公了 被權貴拿了都不定的 法律有追溯力的 政府權貴他們可以任意駕藏蝶屋去援弄法律 隨時抓人坐牢 根據別人以前做的事 抓人坐牢也可以 強奪民產也可以 千萬不要說不會的 香港不會變成這樣的 但是這幾年告訴我們 香港是加速變成這樣 香港根本已經不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